T.S. Sports这三个人刚出道的时候,可谓争议不断,很多人都黑他们,但是他们渐渐地用自己的真实实力征服了那些不喜欢他们的人,并且用好的作品回报喜欢他们的粉丝。 现在他们每个人微博都有五千多万粉丝,广告代言给世界不停,热度非常高,不仅多次上过快乐大本营,还参加过联合国,还上过春晚,人气很高,但是最近央视却点名批评了T.S. Sports的粉丝,这是怎么回事呢? 我们都知道央视是很珍规的,而且一般很少批评人,要是真的批评人说明做的真的很过分,而就在前几天是T.S. Sports五周年纪念日,他们要开一个演唱会,并且发布他们的新歌。 在演唱会之前,他们这个组合刮博就在微博上说,因为一些原因禁止携带灯牌,而这三小只在接到公司要求之后,也是在三项粉丝们强调不要携带灯牌。 但是彩排那天,粉丝们还是带了,粉丝们还在演唱会,门口聚集喊口号,影响其他人的生活,公司不得已取消了最后一次的彩排,因为少了这一次正规的待机彩排,导致他们演唱会直播的时候,镜头切换了并不完美,甚至有点乱。 可是那些到现场的粉丝们根本不在乎,只是想刷存在感,也无视公共秩序,给现场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 央视爸爸知道这一切之后,也是同批这些粉丝们,一是无11人的隐私,二是无视公共秩序,这些种种,行为根本不是粉丝们所谓的,对偶像控制不住的热爱。 其实TFBOYS的粉丝们很多都是妈妈粉,还有一些是00后的中小学生,大多都是理智的,但是也有一些脑残粉,每次见到偶像后都特别的疯狂,就是想要寻找存在感,想让偶像看到他们。 但是其实他们这些行为反而会让偶像感到很困扰,有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害了自己的偶像,特别是现在有些粉丝,特别关注偶像私生活,不管偶像到哪里,自己都想跟着去偷拍,就是想看一看自己的偶像。 但是偶像也是人,他们也有自己的私生活,不希望别人过多关注,希望所有粉丝们能够尊重他们,不要做一个没有理智的脑残粉。 对于这件事情你们是怎么看的?欢迎评论。 投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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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